今天是8月11日 在前天當然有一件很轟動的新聞 就是蘋果集團的黎智英先生 還有其餘六位比較重要的人員被逮捕 他們說被調查的罪行是不同的 當然最主要是兩大類 一個是違反港區國安法 勾結外國勢力 另外一個是蘋果集團以很低的地租 來租了 現在將來有一個廠房 說是用來做報館的 做印刷廠的 但是他登記了一些好像黎先生的私人公司 秘書處的地址在那裏 就是說他涉嫌有商業的鵝片 這些這樣的罪行本身 由於我現在知道的事情太少 知道這麼少就不便去評論 但是我反而想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在逮捕了這些人員 包括黎智英先生之後 他們是被帶到將軍澳的蘋果報館 而且是在他的編採部門 聽說是二樓 就是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搜證 如果大家是有看一些外電和國際媒體 絕大部分是將這個警察去大規模搜查 去圍封《蘋果日報》的報館 是作為頭條新聞的 其實都很簡單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自由世界裏面 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 而言論自由其中一個最具體 而且重要的體驗 就是在新聞自由去發揮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新聞自由是被專稱為第四權的 即是說行政立法司法之外 第四個權力就是這個新聞媒體報導的權利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想像的 如果一個 譬如現在在內地 中共的政權 究竟疫情是 最初在武漢爆發 是有多少人染疫呢 究竟現在傳到甚囂塵上的 說這個長江三峽的水里工程 現在時不時是要排紅 將一些低蛙地區的城市變成宅國這樣 但是這些都是傳來傳去 就是口耳相傳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要從一個 有新聞專業操守的 負責任的報導 去找出那個真相 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為什麼可能在內地那些外媒的採訪 是受到很嚴格的規範的理由 因為它自己控制自己的媒體 但是如果你譬如路透社 發生社 美聯社 或者你美國的金融時報 這些《華爾街日報》這些報紙 是可以去採訪的話 他們隨時是將那些真相爆出來的 當然也都 例如看到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一些比較進步的力量 其實都指出了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是腐敗 而是沒有辦法徹底處理 這個貪腐的問題 觀賭的問題 其實和一個自由獨立的媒體 不存在於大陸 是有極之密切的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的政權 是不可以透過一個獨立自由的媒體 我們人民可以得息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監察那個政權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壞事 但是你是無從得知的 譬如你現在說 這個中共口中的 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 整天都是說新疆那些 維吾爾族集中營 都是間不中 他有些可能冒著生命危險的 一些自由世界的記者 在裡面拍到一些 現在被人 形容是和二次大戰之前 或者當時希特拉對付猶太人的 那些畫面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那些東西 那你就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 你不是有一個獨立的媒體 一個第四權 來發揮這個權力去報導 作為人民的耳目 其實人民和其他地方的國家 其他的領袖 是無從得知 一個封閉的角度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對於那個 如果你是有貪腐的政權 也是 如果你說要 從內部 你要自己去糾正它 其實真的很難 如果你說 沒有了一個獨立的媒體 是將那些貪官污吏 不斷在那裡搜刮民之民膏的行為 是暴露於天下人的目光底下 其實 你自己說自己糾正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 十幾二十年前 朱鎔基總理說 他帶著一百塊棺材上任 99個被貪官 一個留給自己 這樣的氣魄 去做了十年 總理 都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是其中一個理由 是因為在中國大陸 是沒有一個成熟的第四權 亦都一個獨立自由的新聞媒體 是不見容於中國共產黨 這個理由是很相關的 好了 我們講了為什麼 這個第四權是這麼重要 我們可以看看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自由的國家 它是怎樣保障這個第四權 其中一個是為人遵遵樂道的 就是所謂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 這個是在1791年 是頒布成為美國憲法的一部分 這個第一修正案 簡單來說 就是國會是不能夠通過任何法律 來削弱言論自由的 英文最關鍵的部分就是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freedom of speech 就算其他的國家和地區 沒有去到美國的第一修正案 那麼準確 我們在國際人權公約 我們在國際人權公約 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或者在歐洲的人權的條約 都是有清楚的規定 都是有清楚的規定 就是這個言論自由有很清楚的規定 新聞自由 剛才我開始已經說了 是這個言論自由的一個最極致 而且是專門的一個體現 這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大家都知道 這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是透過《基本法》的第三十九條 引入了香港 而在剛剛回歸之前 當時立法局也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就將這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當然是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一部分 引入了成為香港本地立法的一部分 所以無論是從國際人權公約的層次 還是本地立法的層次 其實這個新聞自由是受到很清楚的保障 講回《基本法》的條文 《基本法》的條文有一個叫做《27條》 是最相關的了 《27條》講得很清楚 我有引述 就是《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所以《新聞、出版及言論自由》 其實在《27條》是非常清晰 毫無疑問地寫下來的 在幾個層次 就是說在《國際人權公約》 在《基本法》 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其實都是有充分清晰的保障 當然在一些特定的場景之中 言論自由都受到一些規範的 譬如大家最熟悉的 譬如你誹謗人就不行了 在《普通法》裏面 如果你是說一些假的東西 是去影響別人的稱譽 或者別人的名譽 這個當然《普通法》是不容許的 又或者有一些情況 好像有些風化案 法庭在審理風化案的時候 有時候對於受害人的身份 它是禁止傳媒披露的 這個目的就是要保護那個受害人 除此之外 當然我們都看到 就是有一些 法庭程序上有一些限制 譬如如果一個證人 他講到有一些關乎國家機密的東西 法庭都會不讓有傳媒在場 來去審理的 和聽取政工的 這些就是一個平衡的動作 操作 我今天特別想提一提 一個很清楚的香港法律的一部份 就是因為要做這個平衡 就是在我們的香港法律第一章 《適義及通則條例》 有一個第十二部份 十二部份的標題就是 《新聞材料的搜查及檢取》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說要保障 這個第四權的權力的行使 令到新聞自由得到貫徹落實和保障 那個新聞記者在他採訪的時候 他的資料來源 他一定要保護 因為如果你不保護資料來源的話 有很多可能驚天動地的 一些政權所做的大陰謀 就沒有人敢吹哨人了 就算你說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華盛頓 你會看到有一個傳媒博物館 那個博物館 你進門口就會看到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然後在他的地牢的展覽 我去那次看到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恆常的展覽 就是在說水門事件 就是尼克遜總統 在他那時候選總統的期間 就去蝕聽 他的對手 那個選舉總部 當時也得到兩位記者 深入偵查報道 而將這個惡行披露 最後尼克遜總統選到了 選上了都要辭職的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你如果新聞資料來源 或者你去偵查報道那些資料 可以讓政權很輕易摧毀 那你的第四權就得不到保障 你想想如果當年尼克遜 他做了總統最威 他可以呼風喚雨 起碼在行政部門那裡 他都可以有很大的權力 如果你說沒有一個保障 讓這兩位當時披露水門事件的記者 繼續做深入偵查 去走訪各方的人物 包括那座大廈的管理員等等 他披露不了那件事 香港也是有的 就是剛才我說的 在我們第一章 《適宜的通則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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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披露 是否牽涉到一些驚天的公眾利益 披露了之後 是會有害公眾利益的之類的東西 他要說服法官的 你想一下 是要說服法官的 因為整個第十二部份的設計 就是要給予這個媒體 記者 應該在無畏無懼的情況之下 去作出他專業的報導 而其中一個專業的操守要求 就是他要保障他的資料來源是機密 是不會被政權所知識的 你想一下 如果整個第四權是受到這麼明顯的重視 還有在憲法 本地法律都有一個這麼清楚的保障的要求和安排的話 當日在蘋果報館的二樓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完全野蠻呢 這個事情 是不是很囂張 而不見容於這個自由世界 這個也是為什麼在前天 那張200個警察在蘋果的廠房 從地上上二樓偏彩部的樓梯 那張照片是真的傳遍國際 令到香港再一次在林鄭月娥的領導之下 被人已經降格到第三世界都不如的一個地方 正是由於自由世界 對於言論 新聞自由這麼重視 而這些國際媒體 第一線的報章 他們很容易心同感受 你可不可以想像這個《華爾街日報》那座總寫字樓 好像有20多層樓高的 我去過 你可不可以想像是有美國聯邦調查局 或者是CIA 走進去 圍著《華爾街日報》大廈 接著去他總編輯的辦公室 接著去他編彩部 續業指來揭 嚇死人了 是吧 所以為什麼這些國際媒體反應是這麼強烈 我覺得是有理由的 而這個李桂華高級警司 這個是警方的國安部門的主理 這個蘋果行動的主管 他都迫不得已在晚上開記早的時候就說 不是的 我的同事就知道的 這個適宜的通則條例 第十二部分 他們知道的 所以他們知道是不能碰到編彩資料的 因為他沒有去過高等法院 沒有去過區域法院 找個法官去拿一個批准 是不是 那他局出來要說 沒有 他只是做一個初步的審閱 他用了一個英文字的 screening 那我就在想 如果在編彩部某一個記者 或者某一組人 正在做一個驚天大陰謀的偵查報道 那你這個警員走到過去 他說 照李桂華高級警司說 他是做一個初步審閱 我不管你初步 還是深入審閱 你看了就看了 你就知道原來某格某月 正在和這個編彩部的記者 正在對話 正在做吹哨人 正在就著一個驚天大陰謀 正在做採訪 不知道這樣怎樣 如果你真的知道 香港法例第一章第十二部分 是有這麼嚴謹的要求 李桂華警司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高院或者區議法院 先叫法官做一個平衡 然後你才給了法官的批准之後 你根據他的批准 來根據表列清單 去搜取某一些資料 是這樣的 但是昨天 我早上在看直播 那些警察去到編彩部 去到不可一世 當那些編輯 一編輯都會懂事 我相信他們好像今早 有接受電台訪問 他們都有一些心理準備 遇到黎生這麼惹火 遲早會有警察 尤其是過了港區國安法會踩上去 他們可能會認識一些事情 就跟那些警察說 我看看你的首領 然後 初初就說沒有 後來就有 給了一個律師看 但是那些編輯人員 包括記者編輯 就說 喂 我想去那張桌頭 看著你守什麼證 哇 惡到不行 再吵左下辦公 就將他要求 他出去了那個封鎖線以外 很大的 編輯部 我看那個直播 你用望遠鏡也看不到你桌面那些東西 他揭了哪一頁紙 是不是 這麼惡的 我當然明白了 譬如你 黎智英要雙手放在背後 落了手扣 接著就帶他上去那個蘋果的辦公室 就是遊街這樣 然後200個警察圍著那個廠房 目的是什麼呢 嚇你 因為蘋果當然有很多員工在那裡 有記者 有編輯 有茶水報 阿嬸 有很多人的 有印刷廠 有印刷工 他就像大軍壓警一樣 就是圍著你 就是要震懾你 拉著你的大老闆 上了手扣 周圍遊 就是讓你害怕 讓你害怕到報紙都不敢出 你害怕你寫稿的記者某某柄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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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柄 你害怕不害怕 這麼如臨大敵 現在說國安法殺到來 他想著你明天就辭職 那就達到他的目的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奉行法治的地方 自許為亞洲世界都會 或者仍然希望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的地方 是可以容納和應該出現的一些行為 講到這裏 其實都有一些心喊的 有些心痛 就是為了這些法治 和我們怎樣用法律來保障 第四權的運作正常 以及確保新聞採訪 是受到一個憲制和法律的保障 其實這些制度和系統建立是經年的 但是破壞只在一招 但是我很欣慰 我看到昨天蘋果呼籲 就說大家要支持蘋果 而蘋果上下的員工 包括編載記者都說 他們一定會支持下去的 希望大家都支持他們 然後蘋果本來在印7萬份一天 最初說加到35萬 後來看看群情洶湧 終於引到是55萬 55萬都現在很多報攤 我現在做這個訪談 就是下午大概三點鐘左右 很多報攤已經賣斷市了 較早的時候 有些人拍出來說 在灣仔和旺角 有些報攤因為人數太多 收錢收不錢 我想那個報犯 就要排隊 我是非常鼓舞的 亦都對於香港人肯 在三十多度高溫之下 排隊買蘋果買到它斷了市 這個是對於蘋果的員工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但是亦都很明顯 就是香港人是深明 第四權 依然健在 對於大家的自由 人權 法治和社會制度的保障 是如何重要 好了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這個事件的發展 因為被捕的人 現在仍然 在我現在說話的這個時刻 仍然是在這個警察的國安部門 那個管控之下的 那麼他就未曾 是將他們帶上法庭 也都是沒有給他 就是叫做 保釋外出的 那麼我們留意著這件事的發展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